新衣和她所在团队打造的耕度女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仅是在大陆名声大作 而且在海峡那一端的宝岛台湾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2017年11月的时候 新衣和她的团队是一起回到了台湾 来到了自己的母校台湾辅人大学 她和同事们是一起向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 他们是如何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 分享他们的团队是怎么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 其实我想信仪她自己的故事是最有说服力的 因为她已经证明了她所说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成为真的 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有很大的发挥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台湾的老师想带学生过来 比如说服人大学还有时间大学 还有宽山科技大等等的一些 先讲的对象是设计背景的 所以我们会从一个规划项目的操作流程上面去告诉 我们的学弟妹我们怎么做事情 其实如果你没来过或者是你只是听其他的传闻的时候 你可能对她是比较不理解的 但我们是自身其中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的经历跟做过的事情 可以更具象地告诉台湾里面的这些学生 其实我们在这边还是有很多有失的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来了之后才知道 我有机会可以往下深入 然后当然靠我们一个团队是不行的 我们应该要带更多的台湾力量进来 我们应该要带更多的台湾力量进来 其实跨越海峡来相见是一个我们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开始策划的一件事情 直到今年度才算是比较成熟 有一个场所 有很多其他名台相关的单位领导愿意来支持 其实这一次邀请来的学员里面大概有四十几位 其中一半差不多是泰宁本地的朋友 然后一半是我们台湾邀请过来 有些是台湾直接过来 有些是在福建已经有在做其他相关工作的台湾人 然后来到这边 他们在这边其实跟你一样很惊讶 我们怎么可以在这边待四年待五年 对你们来说像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是做了一个现在为止还没做过的事 那我们做到了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像泰宁这样的城市 去关注像济西村这样的地方 那当然有了成绩以后一定会有反思有这种思考 我觉得在福建应该都在大陆 这种相间的模式它有一种比较大的优势在于效率 我们可能在台湾要做两到三年或三到五年的事情 在这边可能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两年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到 有没有通过这个事业找到这种我认可的自我价值 我觉得一定有啦 不然怎么怎么年复一年 怎么日复一日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支撑着你 你可能连下一个小时都觉得很痛苦 我让我不认识的人都能在乡下喝一杯咖啡 它也是一个价值 我创造了这个环境 就是其实小小的一件事情 在你们看来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小目标啦 小目标小目标的一直往前进 所以有相同理念的人在一起 然后也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其实还有好多人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又来了 说我在跟独立家 所以这个时候最感觉最棒 对对对 就说他们都愿意自己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就说你们这群人太浮夸了吧 什么时候回来 真的想浮夸 然后就什么时候回家嘛 你就是再接一句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就是把离家变成你的家 所以就是随时都是离家为你好 对对对 那欢迎回家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下次如果我们再来的时候 你又会说欢迎回家 对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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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